民進黨過去在馬英九做總統的時候 也有很多縣市長到大陸去 見了所有的人有事先報告嗎 沒有啊 我在做縣長的時候也沒有啊 從2008年開始到2005年 對 這裡全部都是 不及備載 來 麻煩導播大家可以 導播可以這樣子跑一下 大家欣賞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小事情 為什麼 因為對民進黨來講才是大事情 為什麼講小事情 其實你不要講台灣有哪幾個縣市長 跟大陸這些所有單位的見面 你要去看一個美國 美國跟大陸這些官員 來往是非常頻繁的 美國跟北韓來往 現在更是頻繁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是共產主義 所以你怕他嗎 你不要來往嗎 還是你把他定義成敵人 這個人一定會侵略我們 一定會用文攻武嚇 然後一定會用統戰的方式 把我們打敗 這就是編造出來的一個很恐怖的那種劇情 實際上有這麼恐怖嗎 我覺得這裡面只講清楚一件事 民進黨很怕大陸人 民進黨很怕大陸人進到台灣 民進黨很怕大陸人跟我們講話 民進黨很怕大陸的錢給我們 民進黨很怕大陸人來買我們東西 民進黨都很怕 因為通通講完之後 他那個台獨的謊言就不會存在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怕的是這些 韓國瑜去香港 澳門 去大陸這幾個城市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啊 過去許多的政治人物到大陸 難道沒有經歷過這些嗎 過去的縣市場到大陸 難道沒有經歷過這些嗎 好 你講一個中聯辦好了 我昨天就講中聯辦 怎麼是中聯辦去統戰韓國瑜呢 我覺得韓國瑜是進去以後 統戰中聯辦啊 你知道嗎 韓國瑜去統戰中聯辦啊 統戰叫什麼 統一戰線嘛 我們一個什麼統一戰線 我們共同讓台灣的農產品可以賣到大陸 這就是他去中聯辦去統戰的目的嘛 我告訴你中聯辦 我就是要幫南部的經濟搞好 我就是要把南部的農產品賣給你們 你們要不要接受 很簡單啊 那中聯辦昨天有告訴韓國瑜說 你要回台灣要做什麼嗎 絕對不會有 絕對不會有 那很簡單 就是韓國瑜去統戰中聯辦啊 所以民進黨不要擔心啦 民進黨一點都不要擔心 沒什麼好可怕的 我覺得民進黨反而要跟韓國瑜學 跟韓國瑜學 見見面嘛 談一談嘛 有什麼不好的 不要那麼怕 我再次呼籲喔 拜託蔡英文總統趕快來統戰我 我每天都等著被你統戰 有那麼多 你拿出大陸統戰台灣那種手段來統戰我好不好 多拿點資源來統戰嘛 對 英文打權 等著被統戰好嗎 我們來看看 他一直在罵了 除了陸委會罵 民進黨貴黨黨主席卓榮泰罵 陳其邁副院長也罵說 哎呀 台灣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對一國兩制 希望韓市長以中華民國高雄市市長的稱呼 把台灣人的聲音 傳給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蔡英文總統親自罵說 中聯辦是中國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重要機構 安排韓國瑜是這個機構拜訪 也很難排除是在製造一國兩制的氛圍 不清楚韓國瑜有沒有這樣的警覺 黃崇燕呢我的堂弟他說 對兩岸關係或國際政治國際關係有基礎知識的人 都會知道中聯辦的性質 賴清德說我當台南市長的時候啊 也到過中國上海香港進行城市外交 當時訪問的形成全程公開 然後呢站在國家立場發言 參考 請參考台南學甲漁民 只賣農產品賣完以後選舉的時候 照樣依照自己的意志投票 不賣生 只賣農產品 不賣生 所以委員民進黨很怒啊 可是從2008年到2015年有這麼多民進黨縣市長 蘇智芬 陳明文 陳菊 然後蘇患志 曹啟宏 林聰賢 曹啟宏 所有的賴清德 陳菊 陳光復 大家都去了 還有張花冠 所以民進黨可以去 國民黨不能去 其實我們講一個人 不要說他完全是好或完全是不好 民進黨說國民黨完全不好 國民黨說民進黨完全不好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都不太好 你看韓國瑜這一趟我們就講說 他有優點有缺點 那他的優點就是 他現在去賣農產品有實際的成績 也很辛苦 我們也謝謝他 這個是優點 那當然他的缺點就是說 他前腳一離開中聯辦 國台辦就馬上發布新聞 說國台辦支持力挺韓國瑜 然後就是民進黨綠營呢 不敢認同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案例 所以這個部分坦白講 我們其實民進黨跟國民黨 有一個基本的差別 就是說國民黨認為台灣中華民國跟中國 是同一個國家 我們認為台灣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同的國家 所以我們這個基本的差距就變成說 其實這有時候是拚民主的 就是說你集毒跟集統在現在我看都不太可能可以馬上成功了 反讀跟反統其實可能到底要隔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在這段時間民主問題就是說 到底比說民進黨來說 我們講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年輕人這一代 他們說台灣是中國的 我問到的大部分都不能接受 你說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中國就是中國 那是你們的教科書很成功啊 對 你問 沒有 你問就是二三十歲的小朋友 不是 小朋友都成年了 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我們彼此尊重 那去大陸我也認為可以 比如說我個人的政治立場我覺得很簡單 我覺得主權獨立保持善意可以做生意 這個是我對大陸兩岸一家親的兄弟之邦 我從以前到現在我的立場就是這樣 所以只要能夠保持我們的尊嚴 我們的主權跟大陸來往我覺得我都贊成 所以覺得是兄弟之邦 然後當然這個委員講的很很 不會模糊吧 虛無飄飄 等一下我們來 兄弟之邦這個邦角表示我有主權嘛 那兄弟表示可以相處嘛 OK 好 所以委員繞了半天都沒有講說 到底是不是同一個國 來 我們來看看謝長廷委員 謝長廷在2013年6月的時候 他率領學者民進黨九個立委 到香港去出席學術研討會 當時大陸的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晚間 射接封宴 中共駐港的中聯辦的高層 也在參會中跟謝長廷見面了 所以有政協副主席有董建華 然後有中聯辦 然後陳菊也在2013年在天津 跟當時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見面 而且人家也很客氣的請他吃了晚餐 那賴清德呢 他自己講他有去上海 對 他去上海的時候 跟上海市長楊雄見面 但楊雄除了是上海市長以外 他還有中國共產黨的其他的身份 所以怎麼就不說呢 那這個蘇患智 蘇患智也很有趣 因為蘇患智堅持 在一二四的選舉的時候 他堅持說 哎呀台灣就是被 黃志賢這種人 黃志賢整天要弄倒台灣 那不像我 我連頭髮也是綠的 我皮膚也是綠的 我連流出來的血都是綠的 然後我們看2010年的時候 他去了去北京 天津 福建 河北 遼寧 上海 蘇州 杭州 青島 山東 哇 大陸巡奇 對 誰 真的 大陸巡奇 吳醫生修 我覺得我看民黨政府 這樣在講韓國瑜 我覺得很好笑 譬如說蔡英文總統 居然在海外這樣講 說他要呼籲韓國瑜 在中共前面講 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那我請問你蔡英文總統 當陳菊到天津的時候 當賴清德到上海的時候 你民進黨黨主席就是你啊 你有沒有要求他們兩個市長 去上海跟天津 要跟中共講我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第一個 真的是換了屁股換了腦袋 第二點 韓國也不能夠去香港 見中聯辦主任 我請問你我們陸委會 或者是兩岸民官條例裡面 有哪一條哪一項 做除外規定 說你如果到中國大陸地區 不管是香港或者中國大陸 你誰不能見 你可以嗎 你有本事的話 你就做出排除除外規定 你沒有事前告訴人家 不可以嘛 而且我們都知道 過去馬英九跟郝龍斌 到香港去訪問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我們周信長一樣 去香港的時候 見特首或見誰的時候 中聯辦的人一般巡力 他們會坐陪 那本來就是一個正常 那坐陪跟韓國也 中聯辦主任請他吃飯 我認為意義是一樣的 但是這一點 我可以幫陸委會講公道話 你可以要求韓國也市長 或高雄市政府 你可以來補充報告說 你們去大概見了什麼 有沒有會談 有沒有哪些內容 那這個是可以的 我覺得以我們國家 兩岸民官條例是可以的 但是智傑兄剛剛表達出來 我的看法是智傑 是很善意的一個民進黨立委 所以我們喜歡跟你溝通 就是包含上一次我們沟通統讀 雖然看法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你的論述 沒有辦法幫蔡英文 或幫賴清德 做任何的解套的一個問題 尤其現在民進黨 正在初選期間 你現在看如果蔡英文 這還會公開講說 肯定韓國瑜市長 幫台灣賣出貨物到中國大陸 也肯定韓國瑜市長這個行程 希望能夠幫台灣 不僅高雄的貨物 台灣其他台南的貨物 什麼東西都可以出去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說智傑 我保證蔡英文總統 絕對不會來統戰你 但是他很怕黃智傑去統戰 他的哥哥黃偉哲 我覺得 所以目前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不必黨同伐異 台灣現在夢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常講說 九二共識在韓國瑜的接地之下 已經從一個政治的 統獨的九二共識 變成一種經濟的民生的九二共識 現在一切看能不能 能不能對台灣有利 台灣的貨物能不能出去 所以香港也好 深圳也好 我覺得目前的當務之急 就是怎麼樣 對台灣的有幫助 而且從韓國瑜這個論述 跟這個主張當中 我還要請大家看 民進黨這幾天在立法院 所以我要建立智傑委員 聽說民進黨這幾天 立法院黨團 要發動在立法院 除了今天禮拜一 專案報告以外 要禮拜三等等 要提案要譴責韓國瑜 譴責韓國瑜 說韓國瑜去接受統戰 韓國瑜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賣台 尤其是賴清德 我最後再講一句 賴清德居然說 台南人只賣私募魚 不賣不出賣 不賣生 那賴清德這個話的意思 就是指國民黨的韓國瑜 會賣生 會賣台灣 會出賣台灣 只要你民進黨當縣市首長 你們賣台南的私募魚 就不會 賴清德丟臉 台南的私募魚 學長私募魚 也不是你賣的 這國民黨是謝龍介 我們努力跟大陸去談 大家一起才來台協會的政地中 這個副會長才來台灣簽 所謂的私募魚的契作 所以跟你民黨完全無關 賴清德講話跟蔡英文講話 其實我都每天都有一種欲望 想要忽略他 因為很累 所以有些人明明1加1就是等於2 就這麼簡單 其實現在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但他就不承認1加1等於2 那我們怎麼還往下談下去呢 但是沒辦法 他們就每天都要演 我們就只好跟著他跟他講 朱立倫說跟中共官員見面很正常 不必大驚小怪逢中必返 但是台獨跟港獨其實是河流的 怎麼說呢 這個城報 這是香港一個蠻奇怪的報紙 他的頭版頭條說 韓國瑜被轟認共產黨是老闆 私通大陸默認一國兩制 這是韓國瑜幹了什麼事 叫私通大陸 然後說高雄市長韓國瑜賣掉台灣 天啊 是真的他是台獨是有交流過的嗎 然後高雄市長韓國瑜 跟帥團去交流一個在政壇 績笑不張忽然談起的賣菜狼 在短短兩三日之間獲得3D破天荒的高規格如何如何 然後經濟咽喉被緊握 然後反駁時一句話也恐被抓 已經沒有議價能力 只是拍馬屁的階層不是平民百姓 所以配合以經濟掩飾政治統一 韓國瑜樂作台灣無三跪 我覺得台灣的在台獨的報紙都不會有這麼 這麼 東哥很有趣吧 對啊 到今天為止韓國瑜就職剛好三個月 對 25號 這三個月已經比陳吉過去12年 還讓大家看到他怎麼在拼經濟了 韓國那個韓國瑜 他絕對不是政績不張 他讓那個高雄的能見度 在整個華人圈子都已經彈跳了 是啊 所以你如果看所有的媒體報導 就會發現說 這個人是已經拼到拼老命了 賴清德呢 賴清德是台北縣新北市的萬里人 請問他從政這二十幾年 他從民國八十五年當國大代表 他有替他的故鄉萬里做過什麼事情嗎 反而萬里屑有名的 還是周錫瑋跟朱立倫大力弄出來的 對 對不對 是啊 萬里屑對不起 萬里屑真的很好奇 對啊 他從政這麼久 沒有東西可以亮眼嘛 但是你看 為什麼現在民進黨這麼大的人量 因為他們在辦黨內出選 所有這些政魯部門的人 都在替蔡英文敲樓打鼓 時間到了要出來演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蔡英文黨內出選 輸賴清德這麼多嘛 輸太多了 那現在當然要全力立兵 那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把你抹紅 抹紅表示說 你看我比清德還像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但是當然他不會講出口嘛